全道书是我最喜欢看的书 在第一章里面说 哪个人有智慧 他就有愁烦 多有智慧 多有愁烦 增加知识 就增加有伤 如果看不明白 全道书真的令人觉得很灰暗 最近有一位信徒 他跟我说他信了主 都有二三十年 从来都没有听牧师 是一张一张这样讲全道书 实在也是很不容易一件事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 体会到全道书里面 所讲的虚空 而不能够走出来 不能够找到答案 那就不如不要看了 因为越看就觉得 越虚空 但是今天 和各位思想的第三章的经文 我们往往在 安息礼拜里面 会讲这一段 因为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时候 但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近年来 我们华人 就很流行一句说话 就叫做活在当下 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有没有劝过人家 要活在当下 就不要想那么多 其实活在当下 就不是基督教的思想 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名词 而是佛教的禅宗 提倡的一种人生观 就是说你都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如好好地地 活在此时此刻 做好今天应该做的事 因为将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就活在当下 也都不失为一种 不错的做人道理 因为你不要再想那么多 不要再担心那么多 好好地活在当下 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看传道书 我们又觉得传道书 都是一样 所以圣经和佛教都是一样 都是叫人家好好地活在今天 因为我们看看第三章 明明都是这样说的 第十二节那里说 我知道世人 莫强于终身喜乐行善 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牢牢中 享福 都是神的恩赐 还有 第二十二节那里说 最后一节 故此 我见人 莫强于 在他经营的事上 就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份 在身后的事 谁能使他回来得见 那不如活在当下 不要想太多 但是 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的心就会满意 就是会满足 是不是只是为了今天活着 不要管明天 那就已经是够了呢 似乎很有道理 又似乎是圣经的道理 事实上 圣经的道理 不是只是这样的 我们看回传道书的第三章 前面的一大段 讲到什么有时 什么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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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四种的比较 有正有负 有黑暗有光明 似乎 好像一样东西都是平衡 一会儿我们再讲 第二段 有两节 圣经 十六十七节 那里就说 世界上的公义 审判 都是很不完美 因为在审判的地方 就有奸恶 在公义的地方 也有奸恶 在一个应该是伸张正义的地方 里面它混习了人的奸恶 所以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只有神来审判 第三 第三 它越想越灰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 人要死 动物又要死 谁知道死去哪里 所以不如 在今天所做的事情上 好好去做 因为将来的事情 谁知道 这种这样的论调 这种这样的态度 是不是就是传道书 要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留心来看 我们真的觉得 不要想那么多 今天好好地做事 好好地享受 就算了 其实是不止这样的 第一段那里说 凡事都是有定期的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 刚刚所读的各样都有时 你留意一下 这些都是描写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会经历到的各样的事情 生有时死有时 每天都有人出生 每天都有人死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的有时 今天建了一栋大楼 不知过多年又拆了 我们香港呢 是最喜欢把那些旧楼拆了 重新建更加高的 事时都有新楼 滄海桑田 看回小时候 那间屋早已经没有了 地址已经换了第二间楼 因为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有时 那棵树 今天种下去 明天棵树又没有了 杀鹿有时 医治有时 有时 又会打仗 有时又会和平 拆位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有时又免不了 又会哭 有时会欢笑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有时就很难过 有时又很开心 抛罪石头有时 对罪石头有时 有时你和你的家人朋友 很久不见了又见了 但也都难免是有分手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有时你和你的好朋友 好好 相处得好好 有时相处得不好 尋找有时 失落有时 有时又找到些东西 有时又不见了些东西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有时 执着有时 应该放弃 撕裂有时 逢保有时 有时人际关系搞坏了 后来又 补回好它 静物有时 言语有时 有时应该说话 有时又不想说话 喜爱有时 又恨会有时 有些东西 今天喜欢 明天又不喜欢 扔了它 给了人家 真战有时 和好有时 有时 有时 几多年前 打仗 现在又和平了 但又不知何时 又会再打 这一切的事 发生 令到你和我 有些什么的感受呢 这个传道者 他就有几个结论 第九节 他开始 既然间是这样 做事的人 在他的牢陆上 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说 你和我 能不能够 憑着自己的努力 去决定 什么时候 发生 什么事呢 做事的人 在他的牢陆上面 有什么益处 你就是很牢陆 很尽心尽力 去做一件事 那件事情 都不一定 照你所想的 去发生 它就是发生了 你希望它 能够 流传到很久 但是 后来它又没有了 你希望 我们永远都 不要分离 但是 又天下 无不散之言跡 我们努力 这里说 又有什么益处呢 它第一个结论 就是说 人 不能够掌握 所有的事 有人说 生命 无常 没有常态 而中国人 就画过 戴个帽 叫做 拍无常 拍无常 其实那些 不是真的 这样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人生是无常的 今天 两栋大流在这儿 明天 倒了 人 牢陆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体会 其中另外一个体会 第十节那里说 我见世人 神叫世人奴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就是人 是这样 起起伏伏 就过了一世了 生老病死 就过了 神 好像故意地让人 在他的人生当中 是 有时这样 有时这样 就过了去 很忙碌的 就过了一生 好像都很无聊 是吧 接着呢 他又有另一个体会 第十一节 神造万物 国安其事 成为美好 但是呢 他是有一些积极的看法 他说 虽然间是这样 事情 却是不住地来到循环 不住地运转 当中 一样东西都好像刚好 那样 国安其事 成为美好 那样东西呢 有时你会失去一些 有时你会得到一些 有时候呢 有些人走了 有时候就有人来 就是教堂 有时有人来 有时有人走 不要太在意了 是不是这样呢 神是 他第二个体会就是说 一切都是人掌握不了的 只有神掌握到的 所以神来安排一切的事情 而且神呢 他的安排都是好的 都是很合适的 就是说 人生各样的事情 有一种的平衡 都不至于说 是衰得了 有时呢 赌钱有时是输了 有时是赢了 有时是赢了一些 好像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 人生的平衡点呢 就衰不完 都有一些开心的 但是 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神的决定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人生当中 你的心呢 是很空虚 你不会满足 为什么会不满足呢 因为神叫你不满足 是在这个 第十一节继续说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就是说 人呢 内心有一个空虚的地方 除非他认识神 除非他得到永远的生命 否则呢 他不满足于 只是活在世界上 七十年 八十年 九十年 一百年 虽然你说 我都活够了 我都 年纪很长 很高瘦 我已经见到所有想见到的东西 但是你心里面 还有一个空虚 就是 接着呢 我去哪里呢 神将这个永远 放在人的心中 将这个细字画 永生原文作 永远 你总是渴望人能够永生 但是你又不知道哪里有 那么世界上的事 虽然间是不完全满意 都是好像有一种平衡 有时不好 但是有时又好 为什么我心里面 还是有一种空虚感呢 因为神将永生放在你心里面 永远 以往的神学家说 神在每个人心里面 放在一个空虚的地方 除了神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任何的一种道理 能够满足这个空虚 除了神自己 除了你接受主耶稣 在你心里面 做你的救主 你的心里面 总是有这种的渴望 一种的向往 但是又找不到答案 那么 还有一个体会呢 就是 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说话 他说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呢 是没有办法去参透 算命说不到所有的事 什么事呢 可不可以尖掛算命 知道每一天将要发生什么事呢 可不可以算到你的灵魂的归宿去哪里呢 不能够 神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神没有将所有事情的细节 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 这些都不过是他的观察 但是 结果 这位传道者 他得到几个的态度 这几个态度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就是这几样东西 就是 喜乐 恒善 感恩 和信服 于是 他就得到一个这样的 做人的态度 十二节 我知道世人莫强欲 终生喜乐行善 既然是这样 既然神都安排好一切 我们应该怎样呢 我们不要选择那个消极的道路 应该选择那个好的一面 喜乐的一面 是 贴受罗尼加前书 都是这样来提醒我们信主的人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怎样呢 是上上 喜乐 是不住的祷告 是凡事的借恩 不要去看那个 不好的一面 要去看好的一面 因为神呢 是叫一切的事情成为美好 我们要相信神叫万事会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存 要采取 要去选择 要去相信神一切的安排 都是美好的 因为根本上不在乎人 人可能做很多的事 是以为自己做的 其实是神做的 所以第一个态度就是 要有一个喜乐的态度 另外一个呢 他说要行善 就是说 在这个无常的人生中 你必须要去选择 那一条喜乐的道路 和选择那一条行善 什么叫行善呢 新济圣经里面 是一再讲到行善 就是行神的意思的 神预备是叫我们行善 这个善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要选择用一种喜乐的态度 去遵行神的旨意 去活着 第三 要感恩 因为呢 第十三节也说 人人吃喝 在一切牢碌中 享福 这也是神的恩慈 如果你有东西做 你有饭吃 你就应该很感恩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如果你能够做什么的工作 不一定是要上班 或者你能够做什么的事 以至于有一些报酬 有一些回报 这都是恩慈 圣经里面说 得货财的能力 是神给的 不单只是能力 你今天有这个聪明智慧 有这个学问 有这个赚钱的机会 有这一份工作 你有这个收入 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都是神的恩慈 有些人或者比较有钱 有些人比较没那么多钱 但是都要存着感恩的心 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慈 但是最后一件事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信服 第十四节 我知道 神一切所做的事 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传敬畏的心 传敬畏的心 既然这样东西 都神是有计划的 有安排的 我们人就应该去明白神的旨意 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好像不信神的人这样生活 而是要去明白神的旨意 要去遵行神那个良善的 让人心可以喜悦满足的旨意 去信服 神在什么时候 要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既然不能控制 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又知道 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们又知道 神是不告诉我们所有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 遇到一个弟兄 一个英国人 去到台湾 我帮他翻译 他很懂得说预言 神感动他说预言 很多人跟他祈祷说预言 令人都觉得很开心 神告诉他什么事 我帮你翻译 你都应该特别跟我说预言吧 祈祷 祈祷 神跟你说什么是关于我 神告诉我 不告诉你 你是不是欺骗我 你是不是 你都跟他说什么 我告诉你 神告诉你 但是 神很多时候都不告诉你 对不对 神很多时候都不告诉你 下一个月发生什么事 明年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些在神的手中 摩西他说 隐蔽的事是属于神的 神不告诉你 神你决定 但是你要相信 如果你相信 神是一切的事情 那安其事成为美好 那你就算不知道 你都活得很平安 因为你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 而且这位掌管一切的神 是美好的 祂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是美好的 人要存一个什么心 这里说敬畏的心 就是说 我一生的道路 我能够计划 我能够做的是有限 我所不知道的事是有很多 但是 我要敬畏神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 所以凡事都有定期 万无都有定时 不是一种的无奈 而是一种的相信 我相信 各样事情 神都已经有安排 所以不用担心 没有丈夫会有丈夫 没有太太会有太太 没有工作 神会给你工作 如果是神的美以所安排的 我们就不担心 罗马书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到益存 如果你相信这位神 是掌管万有 你就不会只是看这个世界 沧海桑田 世事无常 而在此叹息 你会说 神你是奇妙的 我要存一个敬畏的心 一个信服的心 如果神今天带领 是让我 是要放下什么 我就信服神来放下 如果神今天带领 要我去执着什么 我就执着什么 一切是以主的旨意 所以十五节 他说 现今的事 早先就有了 将来的事 早已也有了 并且 神是已过的事 重新再来 一切 都在神的手中 这个中文字 细字那里 挖着 并且 上帝 再尋回 已过的事 过去的美好的时光 如果是神的安排 也都可以再发生 如果以往是有一个 属灵的复兴 今天 神也可以叫复兴 来发生 不要只是叹息 世事 你无法掌握 你应该知道 你本来 我们本来 就无法掌握 但是 神是掌管一切的 保罗他说 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是运行在各样的事情里面 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第一 当我们想到 凡事都有定期的时候 我们应该取出一个态度 不是叹息 而是相信 而是信服 而是去寻求 明白神的旨意 如何 第二 十六节 十七节 公义中 有奸落 十六节 我有见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 有奸落 在公义之处 也有奸落 这一点 就不需要去多解释 我们只要知道 人的 所定的一切 规条和法律 可能都是有漏洞的 有时候 我们见到一些的審判 有一些的判断 明明好像是不公平的 他又这样来判断 就是如此 以往都是如此 日光之下都是如此 有时候 这个善与恶都很难分 应该彰显公义的審判之处 却是有奸落在里面 应该行公义的权力 的掌权者 他是去做奸落的事 那怎样呢 是否觉得做人 是哪里有世界上 哪里有公正的 是否这样探色 有时候真的很难分得清楚 但你又知道是 混在一起 那怎样呢 十七节 他说 我心里面就说 神必定会审判 义人和恶人 因为在哪里 在神那里 各样事务 一切工作 都有定时 真是神定了一个 审判的日子 使徒行传里面说到 神已经定了一个 审判的日子 所以今天我们要趁早 来悔改 来回传 来离开罪 来求主赦免 因为主必定会审判 那为何主还不审判呢 提摩太前说 神是宽容我们 因为他愿意人人悔改 审判未来 因为神还给那个人悔改的机会 还给那个人悔改的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冤屈 或者自己的不平 来交给神 让神来审判 因为这里说神必定会审判 所以不是说 只是有一种的无可奈何 而是我们相信神的公义 我们都知道神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 有些人不能够接受神是一位 会审判人的神 但如果你看到圣经的启示录 那个审判是多么严厉 我们或者都会这样来祈求 神要求你现在不要审判 叫我们还有机会悔改 诗篇里面说 如果神是追究罪业 谁能够暂立得住呢 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公义 不公平 有时候看看自己 或者我们自己 都有被神审判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去 这里说 神必审判 义人和恶人 请留意 义人和恶人 就是说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 什么都已经解决 耶稣已经担当我一切的罪 但是圣经里面 就不止一个审判 除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外 他还要审判我们所做的工程 是不是实实在在 他还要来检查一下 我们所建的这家屋 是用金银宝石 或者草木和佳 保罗说 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立了根基 你们各人要小心 如何建造 今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 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你要去看看自己 是不是一个长进的儿女 因为神会审判义人和恶人 恶人当然是受审判 那义人呢 神都会要我们向祂交代 我们是否一个可以向主交代的义人呢 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 包括审判在内 神已经定在一个审判的日子 你是希望这个审判的日子 早一点来 还是迟一点来 记得有一次 有一位师母 一位年长的长辈 他跟我说 耶稣快要来 这个世界这么坏 是 耶稣快要来 快要再回来 但你愿意早一点回来 因为迟一点回来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审判 公义中有奸恶 是一个应该是很单纯 很圣结的团体里面 或者混习了一些不圣结的事 一些不单纯的人 如果你看到是这样 你不用去灰心 因为神已经定在一个 审判义人和恶人的日子 第三 接着这个人 他又想到了 我心里说 他心里又说了 这个人时时在想 第十八节 我心里说 这乃为世人的缘故 是神要试验他们 使他们觉得自己 不过好像野兽一样 因为世人所遭遇的事 野兽都会遭遇 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死 那个也怎样死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兽 到时虚恐 今天我们是 人为万物之灵 我们是 在所有的动物之上 我们有头脑 我们可以管理他们 但结果呢 结果都是死 希伯来书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是很公平的 死后且有审判 没有人可以逃避 这里说 人和野兽都是一样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呢 除了这个人 如果我们只是看一面的话 我们会觉得 世事哪个撐得透啊 世界上哪里有公理啊 我们又说 云归何处啊 将来都不知道去哪里 不要管这么多了 活在当下 如果我们消极 如果我们不明白 圣经的道理 我们可能都会这样 叹息人和野兽一样 人家说狗的年龄是人类的七分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自己想要养的狗 离开世界 通常都会见到的 因为它的寿命和人相比是短的 但是 这里说 人所遭遇的 和野兽一样 但是 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那是不是 不如我做一只狗 做一只宠物呢 有主人去爱我 不同 人和野兽 又有不同的地方 表面上看起来 大家都要死 但是 第二十一节那里说 除了二十节那里说 都是出于尘土 又归于尘土 不止 如果只是出于尘土 归于尘土 那 一个人死了之后 归回尘土 土葬好 火葬好 都没有了 没有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 二十一节 谁知道 人的灵是往上升 兽的云是下入地 他翻译得很好 人就是灵 兽就是云 人 对这只经文 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 终归 就是说 人 是要去面对上帝 人是有灵魂的 而 你没有见过 那些猫 那些狗 去祈祷 最近有些狗祈祷 我们看网络 有些好笑的画面 在电视上都有存在 它有几只狗 一度吃饭 它就祈祷了 在台湾 后来 法国不止台湾 其他美国都有 这些狗会祈祷的 为何他会祈祷呢 你猜 那当然是主人训练的 他当然知道要吃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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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吃饭之前做这个动作 于是那些狗低头 把两只手或者脚放在上面 低头 然后你一听到 阿们 就立即跳下来 知道有饭吃 那野兽和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真正会去寻求神 因为人是有灵魂的 如果人只是和野兽一样 死了就归回尘土 那好像动物那样生存 就算了 不过我们更加有智慧 生存得更好 但是 这里提醒我们这个问题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 收的魂是下入地 主耶稣基督一再的用比喻 用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就是人终归 是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 我看不到圣捐里面说 神是审判那只狗 那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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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是会审判人 人是要向神来交仗 记得在年纪小的时候 经过九龙城 墙壁上面 霓虹灯这个教堂登一句话 朋友 你死后灵魂将往何处去 真是很好的一句 传福音的说话 问人这个问题 你将要往何处去 但是显然这个作者 他不能够把答案告诉我们 他只是知道一些 他未能够得到全部的启示 又或者他现在是一个 已经离弃神的人的角度 去说这一件事 就是虽然大家都要死 但是人还多一件事 人的灵魂要去神那里交代 启示录的 几乎是最后的部分 就说到 我看见所有死了的人 都站在神的白色的宝座面前 是受审判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是 神将永远放在人的心中 人不是就这样死了就算 死后且有审判 那应该怎么做呢 当时22节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结论就是 故此 我见人 莫强于在他所经营的事上 起落了 因为这是他的份 他身后的事 谁能使他回来得见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所说的 信子的人有永生 这一个应许的话 人只有今生 就只能够这样 在现在所经营的事上 快快落落去做 因为将来你不知道 但整本圣经 当我们看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不是不知道将来的事 又对 你是不知道将来的事 但是在神的手中 但有一样东西 无论对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 都是一样 就是你和我仅此一生 我们只在这个世界上活一次 信主的人有永生 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天国里面 是没有死亡 是永生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怎样去经营 怎样去过我们的一生 我们不是只有今生来活着 而是要珍惜着今生来活着 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曾经登在台湾的报纸上 他说有一天 有一个小孩 跟一个大人说话 这个小孩说 叔叔 你在这看什么 看报纸 或者在看书 那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可以增加知识 那增加知识是为了什么 叔叔说 我增加知识就可以赚多点钱 那小孩就问 你赚多点钱又怎样 赚多点钱就可以吃饭 那吃饭又做什么 吃饭才不会死 那你不会死又做什么 叔叔就说一句说话 去问你妈妈 但是这句说话 人如果不死 那做什么 这个问题 从各样事情都好像已经 预先安排好的现象 从公义的地方都有奸恶的事实 从人人都必须要面对死亡的 这个所谓 不应该说明云的命定里面 我们得到什么结论 就是人 既然间是这样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 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答案 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答案 在路交欢十二章里面 那里说到一个财主 说到关于今生的财富 以及对于来生的预备 六九福音第十二章里说到 我们应该是好像一个仆人 那样 腰束上带 灯怎么着 好像仆人等候主人回来 一样 如果主人回来的时候 见到我们是警醒的 我们作仆人的就有福了 但是问题 我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警醒 然后路交欢十二章第四十节那里说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上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我们将这个真理 应用在传道书的第三章那里说 人莫强欲 人莫强欲在他所经营的事上面起来 因为这是他的份 我们怎样的预备自己去迎接神的国度 怎样的为天国来努力 是我们今生所应该去努力的事情 你怎样去预备自己迎接神呢 阿摩斯书那里说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已 与其我们在书 只是看着 一样东西都好像已经决定了 不如我们从中来学习几样东西 这几样东西 就是学习去信服神的安排和带领 学习去相信神是公义的 学习去预备 在今生来预备自己 去迎接神的国度 而不只是一种的坛式 有一首诗歌叫做《传献在坛上》 当我预备的时候 就想到其中一个歌词 那里说 以主的美善的旨意 作为我的心词 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活着为你 罗马书第十四章 保罗说 我活活或者死 我是主的人 不再为自己而活着 而是为主而活着 那我们就不会再感受到那种的空虚 那种的无办法 那种的不能掌握 只是在此感叹人生的无常 而不知道 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祂的计划和美意 神也都期望我们 好好地经营祂所交托的各样的事情 以至于有一天 我们面对审判异人 恶人的时候 可以向主来交着 我们一起来祈祷 慈悦的天父 我们满心多谢祢 赞美祢 祝我们不是只是为今生而活着 我们更是为永生的国度来努力 祝我求祢将天国的意象 放在我们的心中 将主荣耀的国度放在我们的心中 祂要叫我们 不是只是每一天这样 是作息 每一天这样 起床睡觉 就过了一生 而是我们知道 主祢为我们预备的 是一个美好的家乡 是一个不会震动的国 是一个不会过去的天国 主我们多谢祢 求主将永生 赐给所有尋求祢的人 也都将爱主的热心 赐给你所有的儿女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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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